即将以来农历兔年 你知道吗 在日本有做只有兔子的无人岛 每年都会吸引约十万游客造访 或许是今年应景彩点的好选择哦 这座兔子岛叫做大九野岛 位于赖户内海国家公园 岛上目前约有一千多只兔子 环岛一圈大概只需花费一小时 但沿路上可以见到许许多多 不同种类颜色的可爱兔子们 他们或在岛上逛大街 或是在树下休息 或是到港口觅食 造访的游客可能随时会被这些兔兔大军包围 要求交出手上的饲料与零食 事实上这座岛有段灰暗的过往 二次大战期间 曾被日军当成毒气制造所 因此一度被称为 是从地图上消失的岛屿 当年被当作实验的兔子们 在战后遭到销毁 直到1971年 从岛外引进八只兔子 才繁衍至今天的规模 除了大九夜岛 在日本京都市的冬天王钢旗神社 也被称为兔子神社 在那里随处可见以兔子为造型的雕像 还有兔子造型小公仔 有着兔子图案的祈愿板 以及灯笼等 会把兔子当成神社的吉祥物 据传是因为早期神社附近 是野生兔子的栖息地 所以被视作是神的使者 另外 在西班牙伊比利半岛的克雷乌斯角 以及埃及白沙漠 法拉夫拉挖地中 都有出现经过自然风化后 形成兔子造型的兔子岩 都成为了当地知名的游览景点 人真福报综合报道